没老婆的男人有福了 这个商人将大闺女小媳妇 装在麻袋里售卖 只要五两银子就能带回家 老百姓们对此一点也不相信 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 担心被骗没有一个人 愿意上台拆盲盒 商人见此情形 只能将价格降到三两银子 这是一个单身了五十多年的老光棍想试试 交出三两银子挑了其中一个麻袋 就准备带回家 台下的老光棍都加入了风抢的行列之中 正在观望的刘璇是刘秀的族兄 也想买一个回家试试 就在他要出手之时 巡逻的官兵突然出现 围观人群乱作一团四散奔走 没有一个人愿意成为被抓的倒霉蛋 一路逃窜的刘璇本来就是想凑个热闹 没想到却往官兵怀里撞 官兵一见到刘璇 就觉得这小子有点面熟 以为是画像中搜查的刘秀 原来刘秀刘衍兄弟在新野起兵失败被往往通缉 捉拿到这两兄弟可以赏千金风万户猴 刘秀和刘璇又是族兄 官兵眼下来以为他们相似就将刘璇带到衙门 不管刘璇如何极力解释自己不是刘秀 县令都不听 直接给他上大刑 经不住折磨的刘璇只能驱打成招 承认自己就是刘秀 又在通缉令上画了鸭 得知心腹之患刘秀被抓 王莽高兴的何不拢嘴 以为叛军已被剿灭 开始对有功之臣加官进绝 王正军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心急如焚 他一直将刘秀刘衍两兄弟当作拯救大汉的最后希望 如今刘秀被逮捕 而刘衍又生死未卜 一时间不知如何面对大汉列祖列宗 王莽也趁机来到长信宫 逼他交出玉玺 王正军表示他一生中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太照顾娘家人 让王室在朝堂之上一步步壮大 如今居然窜了大汉王朝 作为刘家儿媳妇 他不会再犯第二次错误将玉玺交给王莽 王莽虽然窜了汉朝 大汉的命根子 已救出刘秀 把这个交给他 两百年大汉王朝的命运就掌握在太监手中 王兴含泪接过玉玺 表示就算粉身碎骨也要完成任务 此时的假刘秀正被官兵押往长安 他们幻想着到了长安可以用刘秀换取富贵 就在他们有说有笑的时候 一颗烟雾弹被扔到人群中 官兵们瞬间乱成一团 猛面人乘机将囚车中的刘玄救出 并告知他是太皇太后身边的王兴 王兴以为此人就是刘秀 就将身上的传国玉玺交给他 刘秀因祸得福 获得了大汉王朝的玉玺 也就在此时 官兵也追上了他们 王兴为了帮助刘秀逃脱 只身前去断后 被官兵当场杀死 当王莽看到王兴尸体的时候 瞬间明白玉玺已经被太皇太后交给刘秀 他也不再装什么证人君子 直接将太皇太后王政君关入牢狱之中